钱三强,原名钱炳琼,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,父亲钱玄彤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,他少年时代及随父在北京生活,曾就读于蔡元培人校长的孔德中学,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育科,1932年,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。 1940年,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,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,1946年,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合则会结婚,夫妻二人在研究游和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,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,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,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,发现了原子核心分裂法。 同年,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,1948年夏天,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,回到战乱中的祖国,他回国不久,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,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,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。 随后,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,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,赴法国,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,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,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。 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,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,钱三强激动得热烈盈眶,从国外归来后,他于开国大典当天,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。 而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,钱三强的名字却来源于同学取的一个绰号,依次,一个体质不如钱三强的比较瘦弱的同学,给钱三强写信,信中自称大弱,而称当时还叫丙穷的他为三强。 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,恰巧被丙穷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,他叫我三强,是因为我排行老三,喜欢运动,身体强壮,故就称我为三强。 丙穷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,钱玄同先生一听,连声叫好,他说,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,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,三强还可以解释为励志争取得,志,体都进步。 在父亲钱玄同的肯定下,从此以后,钱丙穷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。